在内定演员的片酬是非常高的,是属于大多数网友望尘不及的地步,就算是被一直说工资烧的TVB其实二三性艺人的工资相对于普通人的工资来说还是算可以,但是对于一些非常普通的艺人,他们的工资就不见得比网友们工资高。 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横店大多数演员的片酬都很少,而且还不知道每个月能拍多少天戏,香港有一位18线的男艺人在TVB间的是普通合约,每个月只有几千元的底薪,在香港几千元一个月肯定是不够生活了。 当然这只是底薪,游戏拍就好一点,所以没戏拍时他,都会开货车送货帮博家用,现在一家人都靠他了。 所谓的18线艺人,就是那种每部剧集对白并不多,而且上镜画面也不多,TVB艺人帮上从原来的已经入行八年了,他拍过的剧集实在太多,不过就很难说出,让人记得他角色的名字。 他是从跑龙套慢慢走过来的,其中不算今年的话,他以前戏份最多的一部剧集是《心里追凶》,在戏里面拍不杀女友,该不惜他有四级的出场机会,他自负自己已经演过一百多个路人,这真的如电影或是路人甲里的演员一样。 后来他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扮演郭富城,总算有自己单独出现的舞台机会,就算是这样他都不放戏当演员,因为他觉得做演员是他做的最好的一份工作,用心工作的人总不会太差。 现在TVB热播的特技人,中他终于是镜头多了很多,在戏中他扮演特技人,和女主朱陈丽有不少戏份,原来这还是他首部有角色介绍和人物关系表的剧集,对他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啊。 不过身为演员他的确是底层,他和TVB签的是普通合约,所以每个月底薪也只有几千港元,这样的工资在香港怎么够自己生活,更何况养家,近日就有记者拍到方少聪,现身街头开货车送货,当时他穿着灰色短袖T恤,露出手臂上的肌肉忙着搬火,原来他没有拍戏的时间,他会开货车送电器帮补家用, 但急着问起,他为何要做这份工作时,他就很大帮的却就是因为钱,没有钱他也不会做了,原来他从小就做过很多工作,他做过的工种非常多,更成工种和人的等级没关系,他觉得送货不仅可以赚钱,还可以锻炼当健身,这是相当不错的经历。 他这么努力工作的原因,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,原来他家里有一位姐姐,不过姐姐有一点心度弱智,所以妈妈一直在家照顾女儿,所以以前家里的重担就落在了爸爸身上。 据悉他的爸爸以前是开巴士的,下班后就到果兰工作,一天打两份工,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,现在他爸爸已经满六十岁退休,而家里的重担就交给他了。 他用了几乎自己全部的身家送了一只名贵的手表给爸爸,目的是庆祝爸爸六十岁生日和退休,方少聪趁自己买手表的时候都不是有很多钱,买这只手表属于拿了他积蓄的很大一部分,但是想到爸爸以前工作这么辛苦,所以决定买给他。 他这不是因为儿子买一只很贵的手表给他而开心,而是让爸爸知道儿子有这份心态,另外他也透露在TVB拍戏并不会有主角看不起配角的事情,相反主角还很关心普通的演员,会主动聊天教导他们,看着这位肖顺的演员,希望他能够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远,钱也能够赚更多吧。